轻轻的抚摸流浪猫的猫背和猫屁屁 浪浪猫很开心 一向关心流浪猫狗问题的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到位在七堵区马林地区 收容安置浪浪猫小孩的宠物银行 重建地点 关心两栋正在赶工中 未来安置流浪猫狗新大楼的工程进度 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动保所人员 也向张炳君说明工程进度 预定九月完工 衔接安置宠物银行的浪浪没有问题 这次来这边办理会刊 第一个是来关心我们新的宠物银行的进度 第二个是在我们旧换新的过程中 我们这些现在居住在宠物银行的猫小孩们 他们的安置的问题 因为我们担心的是说 在新的还没完全盖好 而旧的宠物银行要拆除的这些过渡期间 我们的猫小孩们无法受到一些比较好的安置 那也感谢我们宠物银行我们产伐处这边 有来去给予一些的说明 他们也保证就是说 在一定会在新的宠物银行房盖好之后 并把我们这些猫小孩们安置在我们的宠物银行里面 才会把旧的宠物银行拆除 一定会给他们一些最完善的照顾跟居住的环境 那秉均也会来持续监督这一块 确保我们这些猫小孩们拥有一个好的环境 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来建议市政府 不管是针对我们志工的部分 或者是前往我们宠物银行 我们这些交通公车的部分 甚至是未来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做24小时动物救援的部分 我们都会来持续的争取 让我们的基隆市成为一个更友善美好的猫小孩城市 由于正在施工重建中环境上比较差 因此动保所人员也提醒 有意愿来宠物银行认养猫小孩的民众 可以先上电脑系统看看 对哪只猫小孩比较有缘分 再到现场互动考虑认养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动物都有上全国所有系统 那针对动物的照片跟动物的资讯 都有在系统上面做呈现 所以我会请民众来宠物银行之前 先去送系统看看说 有没有比较面熟面善 觉得很有缘分的动物 筛选之后跟我们预约时间 然后我们再安排说 怎么去让你们跟它互动 这样对狗狗跟你们的安全 都能够获得照顾这样子以上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